你好,政教论坛阿威,大家好 我们今次回答一个网友的留言 事源网友的留言说 创世纪第一章不科学 一天只有24小时 其实创世纪第一章也有不少的东西 跟现在科学的罪述是不同的 究竟是否一种反科学呢? 是否宗教的低能神话呢? 稍后想和大家再详细解释 好,我们先入正题以后 请大家订阅何志光有受必计频道 分享留言赞好和按铃铃 请你们每天12点或晚上看什么影片 先读一下我的留言 因为对方的留言我就不抄出来了 因为对方的留言基本上都是嘲讽 唉,6天不是24小时 所以,因为地球是千亿年了 有些科学的说法就是 用地质学的说法 正式论述是四十几亿年的 我都不需要说去争拗 是不是真的有四十六亿年那么久 是还是不是都没所谓的 都不重要 但是呢 我也会认为 不是六个二十四小时去创造于这个宇宙的 首先第一件事 我读一读一读 我读一读我写什么 他说 创生记这一章是一首诗 首三日没有太阳月亮 太阳月亮是第四日才有的 我读一读一读 我读一读 我读一读 第一日 神就说要有光 跟着就说清光为咒 清暗为夜 跟着第二日呢 就将 将地球表面的水呢 抽了一部分出来 而这些水呢 就会上了去 地球的表面 因为地球的表面里面有一团的空气 那么空气之上 就会有一团水 那么因为出现了这团空气呢 圣经就叫这个 上帝就称这个 为天 跟着圣经其实形容天 是有三重的 那么最高可塵天呢 就是上帝去居住的 但是地球呢 有个大气层呢 应该是一个低层次的天啊 那么圣经也都会在第二日里面提过呢 出现了海 出现了海 因为仍然在地球表面那堆水呢 就叫做海了 上帝称这些水 上帝称这些水为海 然后第三天呢 就形容呢 这个海里面 会集中了它 露出了一个 的陆地出来 那么就称这个陆地为地了 这里你会发现有五样东西 是上帝要帮他们改名的 这五样东西就发生在头三天 这五样东西可以是宇宙的基础来的 上帝帮他直接改名的 那很有趣哦 上帝没有替太阳月亮改名的 在第四天才出现的 那你说地球 它是公转的 那地球公转的时候 如果没有太阳月亮 那地球公转的时候 那地球公转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它是有个一天一夜的 是不是 就是因为有太阳月亮 那地球转24小时 我就知道 哦 这样就有一个24小时 地球转了一次 是不是 但是问题 没有太阳月亮 那头三天 究竟是用多久的时间 当然不是24小时 那我的逻辑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这样写 因为第四天才有太阳月亮 就已经表明一天 不是只24小时的 那创世记的读授呢 就是古代人 是没有科学知识的 理解能力有限 先知 这个先知呢 我估计就是以斯拉啦 那待会再说啊 那先知 领受了上主的说话呢 写下来 是不会写一大堆科学理论原理的 情况就近似呢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 向自己的儿子 五岁的爱依 讲讲这个宇宙来源的时候 爱因斯坦 当然是讲一些很简约的概念啦 因为儿子只有五岁 不会明白太多的嘛 是不是啊 但是不代表讲那个人 没有科学知识 圣经 他这样写 创世记的第一章 其实上帝就好像个爹地 和个儿子那样 那儿子就不是懂太多的 所以上帝也都要将他这么高的level呢 那么呢 去到个层次 可以写些东西 古代人可以明白 所以呢 我们现代人 学了一些科学知识之后 你说质疑圣经不科学呢 其实这个是不公道的 因为圣经的性质 不是科学论卷 文卷 即是科学的文献 圣经的性质是 上帝跟他自己的子民 即是自己的子女说 所以呢 他一个子女 想理解他的能力低的话 就很轻易地 说一个结构 里面有很多意思 科学上他不严格 但是他 向古代人来说 他要表达他想说的东西 稍后再说他想说些什么 我继续读 我写 写下六日创造和一日安息的文学结构 目的就是要古代的读者每日都要纪念上帝创造 既然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上帝管理的 人生的得失就自有上帝安排的 更重要的是工作之后要准时和足够休息 因为上帝做了六日也有一天休息 那我们更加要 所以休息是很重要的 这个在《创世记》里面第一章 所以他其实圣经教你 古代人你不要一个星期做足七日 你给时间休息 你相信上帝 你做到一段时间你都要停一停 如果你不相信上帝 你会觉得一个星期做足七日最好 但是你因为你信上帝 一个星期你给一天自己休息 OK 这个不是劳工法例的问题 这个是你对上帝有没有信心的问题 OK 不休息是违反上帝创造的秩序 同一个概念 我们讲健康有时候 我们的身肝脾肺腎 都要给空间休息 所以晚上不要吃宵夜了 给一条腸去休息 是吧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这些概念和圣经是相关的 就算我说健康的东西 健康少许 什么都好 你针对六日创造 是不是六个二十四小时 这只反映你没有诚意去理解圣经想说什么 圣经很有趣 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 我刚才提过 头三天的上帝称光为咒 光是宇宙基础 咒是宇宙基础 夜是宇宙基础 但是太阳月亮不是宇宙基础 OK 有很多科学家说 他说其实 在 这个飞鸟 其实有它的出现 是迟过某一些陆地的生物 例如陆地上有一些青蛙 两妻类的动物 陆地上有一些爬虫类的动物 这些爬虫类的动物 如果用考管学 用科学的验证来说 他们是早过飞鸟出现的 但圣经形容 飞鸟和鱼就在第五日出现 而所有陆上的动物 不管你是爬虫类 两妻类 还是暴雨类 全部都摆在第六日出现 那当然你们是以科学角度来说 你就串咯 就是说 圣经真的 都不科学的 但圣经不是 要讲科学 圣经就告诉你 第五日 是要应对第二日 第二日上帝 创造了两个宇宙基础 一个是天 一个是海 天就是大气层的天 海就是在地球表面的摊水 现在我们看到的海洋 但上帝在第二日 将这摊水形容为海 称呼它为海 这个就是宇宙的基础 天和海 应对第五日的时候 所以 上帝说 第五日 神说要水 要多多知生 生物 要着了飞在地上飞 天空之中 圣经不是这么严格去说 真真正正的它创造的秩序 而是要第二日和第五日的对应 去清楚给我们知道 即是说 哦 其实飞鸟和鱼 是有生有死 就是它们这些飞鸟和鱼 都是在这个宇宙的基础 天和海之上去生活 天和海是永远长存的 有些经文所写的 譬如说传道书 第一章 天和海 是长期运作的 但是呢 鱼呢 鱼那些呢 就是短暂的 是有生有死的 即是这里要你看到是这样 是吧 第六日 就因为第三日 讲上帝 去称呼那块 罕地 即是因为那些水已经离开了土地了 土地了 可能有地学变化各种东西 所以呢 在海之上出现了六罕地 那上帝形容这个汉地为地 这个地 因为被上帝已经明明了 它就是宇宙的基础 地是宇宙基础的话呢 上面在六地生存的动物呢 就放在地六日 而人类都在六地上生存 也都放在地六日 其实圣经 将地六日讲的那些生物 无论是圣经讲的 地要生出活物 各种其类 伸畜 昆虫 野兽 其实如果科学来说 昆虫呢 是比飞鸟早出现 甚至更加早的 它都没有提到细菌 对不对 但是不管了 总之在陆地生活的 全部归在地六日 你说 哎呀 为什么不分小一点 我圣经都不是寫科学论文 为什么要说我这么小呢 但是我 一会儿的point 就是 因为第一日 宇宙的基础是光红咒 原来太阳和月亮 只是光红咒这个宇宙基础之下的 其中一些的星体 光体 发光的东西 有了光红咒呢 这些就是宇宙基础 那些星呢 它虽然是长期在天空里 但是星是可以堕落的 如果我们看启示录 十二章说呢 大龙的尾呢 是扯走 天上三分的星一起堕落 即是说呢 太阳和月亮 即是两个大光 大的管咒 小的管野 又做众星 这些发光光体呢 在上帝的角度来说 它们只是一些暂时的存在 好像那些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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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地上的走兽昆虫 和人类一样 都是有生有死 那如果是用这个解释来说呢 那太阳真的有生有死的 因为太阳可能是 不知道几十亿年前出现了 它做核聚变 但是呢 在未来 某年某月某日 太阳都会消耗它的所有的能量 接着它就会瓦解的了 那你说我又不跟你说 那么物理学啊 太阳 怎样消到七七八八之后 变成什么超矮星 那些我不说 太阳也有寿命 月亮呢 就因为太阳寿命的瓦解之后 太阳如果没有光 月亮也不会发光的 原来世界上的星体 都有生有死 跟人类 跟动物 跟人类 跟动物 这个很有趣 圣经是告诉你们 我们不可以学做埃及人 或者是巴比伦人 他们是喜欢拜太阳神月神 但圣经告诉你们 其实太阳月亮或者星 只是光和宗之下 和人类差不多为分的一个受造之物 我们不要崇拜太阳 不要崇拜月亮 圣经来说是没有提太阳月亮的 他圆文就说叫两个大光 因为如果圆文出现太阳和月亮的时候 圣经怕古代人当太阳月亮是做神 如果你按照我这个概念去说 人类 错误宗教很喜欢把太阳和月亮去拜 说他们生命资源就是来自太阳 但是在上帝是生命资源 但是太阳原来在上帝的位分不是那么高 他也是其中一个 有生有死的一个发光手组子物 跟人类差不多 不过他的时间可能数二亿万年 人类可能数十年 但是太阳不是自有永有的 月亮都不是 你会见到圣经很有趣 他说了一个这样的宇宙的结构 干红纣 是宇宙的一个基础 那如果你说干红 我只会想起宇宙大爆炸 宇宙大爆炸产生了这个宇宙 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产生了大爆炸之后 开始出现了不同的星体 星体有生有灭 但是后来慢慢形成了太阳系 但是太阳系将来都是有生有灭 这个呢 你看看来我觉得圣经很科学 圣经里面暗示了很多科学原理 不过是为了疏离容易理解 有时候没有严格进行科学发现的研究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我这次就先说了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